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收到保险公司寄来的信 你会开来读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Andrew 欢迎收看保险知多少 相信我买保险的朋友呢 每一年都会收到保险公司寄来的信 每一年会记忆到两次呢 当然有这个我们叫做 Statement of Account 也就是说你保费呢 还了过后呢它去哪里 第二呢就是我们叫做 Premium Receive Statement 也就是你的保费呢 一年还了多少钱的这个 statement 那么你收到这些信的时候你会读吗 有些人就会讲 哎呀不用紧的啦 有什么事情哦 我的agent会跟我讲的 不用紧的 有什么事情哦 我的agent会帮我settle的 那么如果这些信你没有读过的话 现在保险公司已经换去电子邮件 也就是email了 email寄了给你 你会click进去看吗 Premium Receive Statement 相信大家都会读 或者是有看过 因为你在报 Income Tax的时候 你会用到的 你要填你的这个 Live多少啊 你的Medical多少啊 你的Health Insurance多少啊 多多少少你都会读一下 这个Premium Receive Statement 现在我告诉你 Statement of Account 这一封信或者是这个文件呢 也是一样重要的 尤其是如果你买的保单呢 是投资连结性保单 也就是Investment Link Policy 那么Investment Link Policy的保课呢 在今年年头呢 收到的Statement of Account 里面呢除了告诉你你的保费呢 还了什么东西之外呢 它里面也有一个东西 叫做Sustainability的资料 也就是说 它会告诉你 你的保单在同样的保费当下呢 可以持续多久 也就是普通话来讲 你同样的保费的话呢 你的保单可以顶多少年 当然也会说到 如果要顶更久的话呢 要做些什么东西等等 那如果你不知道有这一件事的话呢 我还是劝你去了解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是你的权利 不要到时候哦 你的保单不能够顶的时候 你才讲保险骗人 那么为什么我要做这一集 来告诉大家关系到这个 Statement of Account这一封信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的观众 还有我的Facebook Page的Follower 有些他们Message我的 他都告诉我说 他们的Agent告诉他 他们的保单的保费呢 是永远一样的 哇这个东西就让我很惊讶 就算你买的不是Investment Link Policy 也不一定100%你的保单的保费呢 是永远一样 因为有一样东西是不能改变的 就是我们的年龄一直会增长 当年龄增长的时候风险就会提高 保障的成本也就是Cost of Insurance 肯定会提高 就算可能前面20年你的保费一样的话呢 后面2040年呢绝对会起 因为你的保险的这个保障成本呢 Cost of Insurance跟着起 你原有的保费呢 肯定是不能够顶这么久的 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的 Sustainability的issue 那么我就跟这些Message 我的人讲说 你去跟你的Agent问清楚 跟他们讲 你在我的Video看到有这样的东西 结果哪里知道他们的Agent 跟他讲我讲的是对的哦 吓到我脸白白 所以我其实很不明白为什么呢 在市面上的有一些啊 有一些啊保险Agent啊 竟然可以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也就是讲说你的保费啊 是永远一样的 到时候你的Client问了才跟他讲 哦你要永远一样可以 你的保障要降低 哦你里面的其中来的要拿出来 这样是不是好像很overpromise 然后你under deliver 所以我奉劝在看这个Video的保险的Agent们呢 请你们把话讲清楚 老老实实的跟你们的Client说清楚 不然的话哦 如果有一天你的保客 过后才发现到 或者是要glaim的时候 glaim不到 因为那个保单啊 不能够顶下去了 要还更多保费 他们又还不起的时候 你才来辛苦 但是竟然有一些Agent说 不是我没有跟保客讲 是他们没有问吗 那么你就要确保 以后你的保客问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哦 如果你觉得这个Video 可以帮到你还有其他人的话呢 就请你按like 顺便share在你的社交媒体 如果你是在YouTube看这个Video的话呢 就请你subscribe 顺便打开这个小铃铛 so that我upload新的Video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最新的notification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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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